这我就不是牛顿的 我要有那种顶级的物理学才华呀 当时不得写一篇论文呢 论证一下 这顿布克是不是天外来客呢 不能这么打个顿 还要咱打呀 招翻轨呀 这球翻轨了 哎呀我天 这比赛这真是 看出了小孩 那真是 那不需要练体格了 根本不让上身体 稍微一碰撞就有时候 一碰撞就有时候 是不是说谁体格弱谁有理呢 你来了就一场比赛出手31回 挨都一场比赛出手6回 全是单打全是一打一 你让不让其他人玩的 上来被干下去了 约齐下去 咯当又保护下来 整个人还打第一截 全是体毛色 把对方两大合金全给发下去了 给卡恩多兰特又急停机体 重距离继续干拔 又是想上 就是天前就受 哪都不允许碰 反正同样蓝倒地就受 还给卡恩多兰特进去又是受 估计又受吧 你说没受呢就没劲呢 是裁判得加大力度啊 看家儿蒙蒙雷 继续给约齐 漂亮这个篮下 没有二加一啊 这球没有二加一 手都逃到对方怀里了 这个公交车上都已经被抓下来了 手都逃到对方怀里 这没有犯规 你这还怕你这 双方之间都不怎么认 双方运动员不对等啊 太阳队一等人 绝继队是二等人啊 NBA的总性质啊 这简直是 很多人就还有啊 天真太可笑了 这比赛 你看没看到 这犯规是整个造法的 人都不敢套钱了 这犯规 碰你哪了 看回忆上 碰你哪了 杜兰特过去 激情 跳投 传一传吧 给艾顿打几个吧 看杜兰特 给艾顿打几个吧 你看杜兰特乐的 这真是没打过这个比赛 真是这么软的仗啊 打打卡尔什 试一试 嗯 现在跑西 跑西部来了呢 之前那会不是 加盟的拦网呢 现在怎么被太阳效力了呢 顿布克他这个身体也向来都是 一有接触的话 那是非老远 反重力的进攻动作 有点违背物理规律了 这我就不是牛顿的 我要有那种顶级的物理学才华呀 当时不得写一篇论文呢 论证一下 这顿布克是不是天外来客呢 比较这个裁判 大学期间主修的是物理 人家感觉不对 隔壁的裁判呢 大学时期主修的是什么 文学 毕业论文写了一篇科幻论文 他感觉这事合理 要不准说这个裁判呢 他的文化修养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好是理科的 原来那个 啪嗒静电犯规 没沾走 没沾走 啪嗒中间起个火花 漂亮月奇 面对对方砍对了呢 必须得打 一样正软 以大吃小 这场比赛如果说能够武打吧 刻掉太阳 说明尼古拉月奇 有可能逆转时代潮流的内线之行 这类游戏一般来讲都是第二个 你不用看了 血路眼多了落后啊 你还得盯着看 根本不需要 提前的判断 就元奇一个人打 你要不说这太可恨了 这个绝境队这俩帮手啊 元奇奇坑吃别度 扛你俩两年了 今天就这一年 你俩不能干点剩事啊 年年拖着你俩 你俩不是养伤就是打不了 哎呀呀呀呀这拳 哎呀我天这比赛打得太好看了 你我来元奇啊 你玩元奇刚才这个 你看没看到啊 这哪像一个这个内线圈的动作了 简直就是外线圈了 这美国裁判这是眼淋心黑啊 顶着的是美超 让人感觉不得不怀疑 明显三分打手就是生拉不锤 这比赛 生拉不锤啊 刚才三分打手 严走太阳要不行 要被反超 你立马就管了呗 又接手了 喊呢多人都喊呢 你真正的吼调属于总决赛 多人都应该学一学 你的老队友哈登 季国赛期间 即便说赢了 冷静 你看哈登表现 完全是开锐一切 两场全是靠哈登拿的 就你看你这场比赛 打得赢得有多不体面 就是一个太阳队老板 有你这么当老板的吗 你当时你一直转着球 你干扰比赛 你好意思赢吗 从头一日看到 老板也帮球队防守的 这比赛太有意思 这是比赛的趣味性 什么叫勾扬啊 你的主持人 你从你笑的那样 刚才主持人你采访 你那是啥语气啊 主持人能不能专业一点 叫什么玩意呢 最后这段采访